看一下这一集的第三 刚刚其实这一集应该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应该就是它本来底下是有东西的 只是说避免被遮住 所以遮住 避免被遮住最好的方法就是填满 填一个颜色上 不然的话原来无填满的话 底下的东西就会出现 所以把它填一个白色 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看半天有点不太了解 意思应该是这样子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集 第三集要做什么 第三集的话 所以有时候那个证照考试 反而我发现花最多时间是了解 那个题目到底在问什么 如果你看懂了 其实说真的你也做得出来 那如果你看不懂 那你就根本也会有问题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那个箭头 箭头1到9 这什么意思 其实我播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简报其实有些动画已经做出来 他说意思是说资料传输是 可以放在这个磁片 现在已经没有了光碟或者是随身碟 然后你会发现这边一条线 这边又一条线 这个磁碟资料 有没有光碟资料 将来又可以到哪边去 层面都可以到哪边去 你会发现这边有三条线 这边又三条 这边又三条 最后都到电脑里面去 那问题来了 他其实是希望怎么样 这边的每个都三条线 他是希望这三条线同时出现 意思是说这个是第一条线 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有没有办法把这三条线 变成同时哦 而不是说一条 两条三条 那后面这个也是这样 一二三同时出现 四五六同时出现 七八九同时出现 这个地方该怎么修改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修改那个动画 它的那个时间的顺序的话 特别注意哦 该如何修改呢 特别特别注意 这一题比较困难 我前面有跟各位强调 如果你要更改那个动画的顺序 第一个你要想到什么 在动画里面 找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功能 叫什么 动画窗格 跟刚刚那个选取窗格 其实重要性应该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不会动画窗格 你动画顺序你没办法改 所以很多人其实动画做不出来 就是因为他根本连 动画窗格在哪里都不知道 那当然根本不可能 做出想要的效果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一条线就第一条线 就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呢 就第二条 第三条 有没有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哎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第一条线 出来之后 同时这两条线也出来的话 那怎么做呢 你会看到前面有编号 这个编号是按一下 按一下 这个按几下 按第一下是出现这个 第二下这个 意思类推 所以我可以把什么 第二跟第三先选起来 按按键键 然后呢 四出来之后 再五六 五六也把他选起来 按按键键 七之后八九 那按键键键 选起来要做什么呢 你会发现哦 关键的地方来了 他们都是按一下之后呢 才出来的 按一下哦 所以你特别说 你把这些 选起来之后呢 把这个什么时候 让他出现 改一下 改什么呢 其实用理解的 我想应该可以理解 应该什么呢 本来是按一下 第一条线 按一下第二条 按一下第三条 但是我现在按一下呢 三条一起出来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呢 第一条不变 把二三改成什么 其实这边的话 只要改成哪一个呢 拆一拆看没有关系 拆错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四嘛 哪一个呢 用理解的啦 OK 哪一个 与前动化同时 你会发现哦 你改成与前动化同时 你会发现本来六七不见了 变在下面 为什么 因为按一下这个 按一下 他这个会出现之外 同时与前动化意思说 跟前面一起出现 有没有 跟前面一起出现 意思说三条线 就会一起出现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其实如果你在懂的话 以后我说实在 你做那部分的动画 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而且可以做出 非常非常的多的效果 OK 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刚开始其实 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熟悉他 不过熟了之后你会发现 哇 动画效果做出来 其实你就会跟别人做出来简报 完全不一样 OK 至少有点专业度吧 不过我看有些人做出来的简报 跟小学生一样 他也没有专业可言 OK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再测试 怎么测试呢 一样 播放一下 刚刚刚是有没有 一二三 一样 不变 主要是这个 刚刚是一条两条三条 一条 现在是按一下 有没有 三条线同时出现 那这个是按一下出现的 这个是跟他前面 与前动画同时 OK 这个也是一样 本来三条线按三下 现在是按一下 三条线也出来 按一下 三条线也出来 OK 这样就完成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了 那 所以你会发现 主要差异应该是这个地方的 所以少了六七 然后他往下 OK 那再来的话 所以这顺序改了 再来的话 切到投影片五的图案 他要做变更 变更图案怎么做 所以首先的话 我们来切到那个 所谓的那个投影片五 然后把这边 资料他是方形的 可是方形基本上 因为我们是云端 云端通常 最好这个地方 能够把它变成一朵云的形状 方形变成云朵形 怎么做 没错 还记得吧 常用里面 有没有更正一下 应该是在哪边呢 糟糕 好 没办 应该是在 我确定一下 不是那个差 啊 格式 跟正一下 应该在格式 这个的格式 OK 所以一 请你选取这个 二的话 找到上面的格式 三的话 请各位找到哪个功能呢 要把它变别的图案 变成别的图案的话 基本上要什么 编辑图案 编辑图案 要变成云的形状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它变更图案 所以这边有变更 那变更哪一个呢 变成云朵的形状 这边有没有云朵的形状 好像有 变更的 云朵 云在哪里 这边有一个云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变更 所以如果你假设 你插入图案之后 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从上面格式里面 找到编辑 把它变更一下 那这样应该OK吗 试一下 各位看 编辑 变更这个图案 马上变成 有没有 马上变成云朵的形状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 第二的话 它要我们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 这个B的部分 图案的箭头 把它变更 变成什么 双向的 本来是单向的 然后把它变更成 双向的 然后让其他的箭头 底下其他箭都一样 那怎么做呢 就这个 这个箭头本来是单向的 它要变成双向 怎么变双向 这个是 请你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 一样设计图案的格式 如果你要变更的话 那怎么变更 本来单箭头变双向 因为双向 那你把它改成什么 这边有没有 起点箭头类型吗 充点箭头类型 那应该是哪一个是起点 起点应该是这个吧 所以应该是变更起点 起点的箭头类型 我看一下本来 本来是没有 那如果我要变双键的话 记得 把起点 所以这个端点是起点 把它变成平的 改成什么 箭头 箭头是哪一个 它应该是平箭头 应该是这一个吧 OK 所以我把它变更一下 看看好不好 把它点一下 变成这一个 这样的话 起点也变成箭头了 那中点 当然它本来就是箭头 中点也是箭头 所以双箭头 意思是说双向的 那这样来的话 这个就可以关掉了 它要怎么样 再来就是把这一条线 这几条线都做一样的效果 那当然你要做一样的效果的话 而且它粗细要一样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 教各位 你可以把这个图 用一个功能 常用里面 我们把它利用 所谓的复制格式 因为它的格式 我要给其他的箭头一起用 不然的话 你要再做一遍 然后那个 这个箭头的大小粗细 可能要再调整 导部怎么样 直接用复制格式 但是复制格式 它这边有讲到 如果你按一下 只能复制一次 但是因为我这边有四个箭头 所以要四下 所以记得它底下有讲 如果你要多次复制的话 它说要什么 我记得这边有讲到说按两下 按一下是复制一次 按两下 这边有 这边好像没有写 这边 记得哦 按两下 点两下复制格式 快点哦 这样子 按一下跟按两下不一样 OK 然后我就可以怎么 点它一下 点它一下 它可以连续复制 当然了 如果说 假如我把它Ctrl Z 如果你按一下 这个格式我要复制给其他 按一下 点这边一下 它就消失了 好 特别说这个功能不是只有PowerPoint 哦 Word Excel都一样 所以记得哦 这边要按两下 选这个格式 快点两下 然后 一二三四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投影片五部分 画面先 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是与前动画同时 然后再变更这个图案部分 然后再变更这个图案部分 我先给大家看 我先给大家看